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文有 欧盟28个成员国外长在布鲁塞尔进行了乌克兰问题的商讨 在数个小时的磋商之后,也没有能推出新的措施来制裁俄罗斯 会后的决议为提及对俄罗斯的制裁 只是强调明斯克协议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重要一步 欧盟希望各方能够立即履行协议 强调俄罗斯应该履行协议中的责任 有分析指,会议未有新的措施来制裁俄罗斯 与俄罗斯对欧洲的态度日趋强硬有关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乌克兰冲突双方都有责任 克里姆林宫一直否认派兵支持武装分子 也没有向叛军提供武器 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4000多人死亡 再来看一下伊波拉方面的消息 在塞拉利亚感染伊波拉的医生萨利亚已经死亡 是美国第二宗伊波拉死亡的病例 萨利亚的太太感谢了医护人员的努力 也相信丈夫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白宫发表声明称 对于萨利亚的离世表示哀悼 提到萨利亚的离世也提醒他们必须尽快解决疫情 44岁的萨利亚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在塞拉利亚工作 她在本月的6日出现了病症 但伊波拉测试呈阴性 直至4日后才得到确诊 她早前被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治疗时 已经情况危怠 肾脏以及呼吸剂筒已经衰竭 需要靠呼吸机来协助呼吸 院方表示已经用尽了所有可行性的办法 但最终不治 另外美国加强了对马里入境人士的检疫 提升至与其他疫情国家入境人士一样 包括入境时度量体温以及监测21天等措施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 马里亦出现了确诊的病例 故有需要加强检疫 马里每天平均入境美国的人数为15至20人 继贺兰机场爆发了H5N8禽流感病毒之后 需要销毁15万只鸡 英国的东约克约一个农场 也确诊了当地六年来的首宗H5禽流感个案 当局将会销毁农场的大约6000只鸭 并设立禁区防控病毒的扩散 又会在附近的农场检测 是否有更多的家禽受到感染 英国当局强调 目前正在进一步核实禽流感病毒 但肯定并非高致命的H5N1病毒 不会影响食物的供应链 病毒的扩散机会也相当的低 而荷兰当局为防控禽流感 宣布全国禁运家禽及蛋类 并强调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也非常的低 英国的政府今天表示 英格兰北部一座养鸭场检测 发现禽流感病毒 但已经确认为非致命的H5N1病毒株 官员也开始扑杀数以千计的禽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据报近日将会宣布解散众议院 并于14日进行大选 而因经济连续两季负增长 安倍将推迟上调消费税的计划 共同社报道 安倍晋三昨晚反国后 在东京的酒店与公民党领袖山口纳京南进行了会谈 安倍之后在公民党建党50周年的纪念晚宴上强调 不能放弃摆脱通缩的机会 需要冷静分析决定明年是否应该上调消费税率 虽然面对经济的衰退 以及阁源丑闻缠身的情况 但分析指在野党未成气候 安倍选择在现实进行大选 有望保持第一党的地位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南亚海难两名船长被控误杀案 在高等法院进行了审讯 选出了9人的陪审团 80人接受了临选 多人提出不同理由 包括英文欠家、公干、旅游或健康理由等 或法官豁免担任陪审团 也有人报称既得独立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报道 而或豁免 最终到第37人才完成了临选 9人陪审团包括五男四女 随即宣示 法官预计审讯息耗时55天 直到明年的2月18日 即农历新年前将会完成审讯 但强调可能会发生不可预计的因素 来推迟审讯的时间 两名被告包括南亚四号船长周志伟 以及海太号船长黎系民 分别被控39项误杀罪 一项危害他人海上安全罪 以及一项罪名相同的交替控罪 好了看完了以上的主要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早港股的开盘情况 港股恒生指数开盘报23868.898点 涨71.82点涨幅为0.3% 国企指数开盘报10588点涨33.7点 涨幅为0.32% 从盘面上看涨跌户线 中国移动涨2% 新鸿基地产涨1.1% 港铁公司涨1.9%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新核之业跌1.3% 康师傅控股跌1% 酒龙仓跌0.9% 俄罗斯从12月1日起将下调石油出口税 至每吨277.5美元 这一数字比之前的每吨316.7美元 下降了12.4% 从10月15日至11月14日 俄罗斯的石油平均出口价格为每桶82.67美元 而在一个月之前 俄罗斯石油的平均出口价格为每桶91.75美元 考虑到油价下跌的因素 俄罗斯决定下调石油出口税 另外俄罗斯还将从12月1日起下调石油产品的出口税 汽油和柴油的出口税将分别为每吨249.7美元 和每吨180.3美元 而目前汽油和柴油的出口税为每吨285美元 和每吨205.8美元 受到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影响 俄罗斯石油出口量有所减少 根据俄罗斯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今年1月至9月份 俄罗斯共出口石油 16,639.9万吨 而去年同期 俄罗斯向国外出口的石油为 17,541.9万吨 商务部部长助理 王寿文17日说 中韩自贸区年内将完成全部的谈判 争取明年尽早签署中韩自贸协定 从谈判结果来看 中韩自贸谈判真正的实现了两国领导人提出的 高水平全面以及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 如果一切顺利 协定将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实施并生效 中国有很多产业都会从中韩自贸协定中受益 特别是积电产品、金属制品等 还包括农产品的领域 中韩两国通过关税削减为零 使得两个市场融合 有助于两国产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分工 形成价值链、提高竞争力 中韩自贸协定谈判 大部分产品都参与了降税 但也允许一些产品作为敏感产品进行保护 对其中的部分产品规定了过渡期 减少自贸协会 冲击国内产业的可能性 这给相关产业足够的调整时间及空间 避免受到过大过激的影响和冲击 继植物蛋黄酱在香港开售之后 对生物技术领域颇为中情的亚洲首富李嘉诚 投资了另外一项创新科技 美国科技食品公司研制的植物汉堡 今日也在香港举行了试吃活动 该汉堡计划明年底率先在美国上市 之后可能会转战为亚洲进行销售 就在本月 李嘉诚旗下的风投公司维港投资再度出手 同数家包括谷歌以及比尔盖茨旗下的风投公司一起 共同出资了7500万美元投资了该公司 该公司的创办人表示 植物汉堡是100%天然植物质的食品 完全没有动物成分或者是人工添加剂 据悉此公司计划在2015年年底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 目前该产品的生产成本为10美元左右 随后可能考虑到与李嘉诚的维港投资进行合作 增加亚洲地区的生产线 行政长官梁正英发表网络日志称 全球投资者可通过香港股票市场便捷地购买在上海上市的A股股票 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 互港通的意义是令香港成为中国投资市场的信息中心以及知识中心 梁正英指互港通正式开通 这是香港金融业的大事 当环球投资者要购买内地股票时 他们需要信息分析等相关的服务 互港通开通将为香港的经济金融和股市相关的信息及分析服务 缔造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他又说上海挂牌的A股股票要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也可以使用香港的专业推广服务 也为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而年轻人的机会也会更多更好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现在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 大致天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午2点10分再会